从小到大,我的母亲依弗林对我恨之入骨,我是独生女,但在她眼里,我是她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我很清楚自己出生的情况。 我母亲说,她当时19岁,美丽,自由,聪明,还是选美明星,刚刚赢得了布里克敦小姐称号,正冲着俄克拉河马周小姐的目标前进,但是当她生病后,情况就不同了。 这里生病的意思指的是,她怀上了我,她说我毁了她,说我把她从聚光灯下赶走了,为了养育我,她的生命都被吸走了,但她不会告诉你的是,她不只是生病了,她还爱上了一个法官,她骗她说,会给她一个闪亮的皇冠,如果你对她刨根问底,她是不会承认的,反正在她眼里,我就是毁掉她一切的人。 由此你可以想象到,我的童年有多糟糕,她每次跟我说话时都会恶语相对,尽管从未打过我,但她知道,如何给我灌输更深,更个人化的痛苦。 为了给她留下好印象,我竭尽所能,参加俱乐部,运动会,我甚至做过学生会主席,但都没用,她讨厌我,只把我看作毁了她生活的人。 在我16岁那年,我思想已经成熟起来,开始长得像我母亲了,她一定是注意到了,因为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发现床上放着一条粉红色的大褶裙,她帮我报名,参加了两个阵外的选美比赛,我终于受够了,我不会让她忽视了我,斥责了我一辈子,然后又突然利用我来实现她的梦想,绝对不可能。 于是,我脱离了她的束缚,断绝一切联系,转而和一个朋友住在一起,之后我高中毕业,上了大学,又结了婚,过上了在她那里从未有过的美好生活。 现在我26岁了,刚有了第一个宝宝,是一个女宝宝,我给她取名叫莉迪亚。 昨天晚上,我收到一个不认识的号码发过来的短信,阿德里亚娜,我是伊弗林,你可能随时会收到我的包裹。 我目瞪口呆地盯着手机,过去十年我换了好几次电话号码,不可能有亲戚可以把我的新号码给我母亲。 我镇定下来,回复道,你究竟是谁?这是什么恶心的玩笑吗? 下一条短信很快就发了过来,我看你的脾气从没变过,很快,我就会来看望可爱的外孙女了。 爱你的外婆,我知道这不是真的,她不可能知道我住在哪个州,更不用说具体地址了。 我不知道是谁对我看了这么恶心的恶作剧,但我立刻拉黑了这个号码。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很快就忘记了这件事,号码已经拉黑了,我以为会到此为止了。 直到有一天晚上,我打开家门,发现前廊上有一个淡紫色的小盒子,盒子上有一个亮晶晶的蝴蝶结,上面写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 这莉迪亚,爱你的外婆,包裹上并没有邮寄标签,也没有退回地址,只有这几个可怕的字。 我用颤抖的双手,把盒子拿进屋,解开绑在一起的丝带。 盒子里是一件粉色的褶裙,跟我母亲在我16岁那年给我买的那件一样。 只是这件小一些,可以给很小的孩子穿,我惊恐地用手捂住了嘴,不管耍这个变态小把戏的人是谁,他都做得太过分了,这很变态。 我拿起手机,以最快的速度拨通了丈夫的电话,但电话立刻被挂断了,他去参加了一个滑雪旅行,那里没有信号,我意识到打给我丈夫求救也帮不了我。 所以在收到下一条未知号码发来的短信之前,我拨打了911,为未来明星准备的漂亮裙子。 尽早开始训练是很重要的,我很快就过去帮忙,爱你的外婆。 你这个变态,我生气地打着字,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在玩什么把戏,但你最好离我家人远点,否则我要报警了。 我把这个号码也拉黑了,我感到精疲力竭,恶心极了,希望警察介入的威胁,足以让这一切停止。 我把莉迪亚从围栏里抱出来,紧紧地抱在怀里,然后抱到我的床上睡着了。 我决定在这整件事平息之前,不让我的宝贝女儿离开我的视线,我承认,虽然我认为这是一个玩笑,但我也开始感到不安了。 第二天早上,这种不安就变成了真正的恐惧,我被女儿在我胸口的哭声惊醒, 睁开顺眼惺忪的双眼,我立刻又看了一眼,我孩子的头顶上戴着一顶小小的银色头罐。 看到这情景,我感到喉咙一阵发酸,我知道这不是我们的东西,因为小时候的创伤,我拒绝给女儿买任何与玄美有一点点关系的东西。 我从床上跳起来,快速跑到前门,她打开着,有人来过我家,知道密码的人就只有我和丈夫,怎么会有人进到我家来? 我报了警,检查来后对我家进行了检查,他们只跟我说,如果没有东西被偷的话,那就应该安装监控摄像头,并换上新锁。 我又害怕又生气,但也只能照他们说的做了。 新锁后天才会到,摄像头则是下个星期,这时间太长了,让人不安,事件发展明显在升级,而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等到后天。 我当时已经惊慌失措了,刚按下提交订单的按键,我就又收到一条信息,又是一个陌生号码。 你太粗鲁了,阿德,不管你喜不喜欢,我都要见我的外孙女,绝不会被什么破锁挡在门外,这是我的权利。 你可以毁了我,但我不会让你把那个小女孩也毁了,这次我真的吐了,阿德,只有我小时候,我母亲会这样叫我,我从没和其他人提过这个名字,所以没有其他人会知道这个恶心的小名,这不再感觉像是一个恶作剧了。 是他,这么多年后,我母亲还是找到了我,我流着泪回复道,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也不在乎,这是我的家人,不是你的,如果你再敢靠近我女儿,我发誓会杀了你。 几秒钟后,下一条短信就发了过来。 你可以试试,今晚我会和你一起吃饭。 那天剩下的时间,我都在恐慌中度过,我把家里所有的门窗都堵上了,我绝不要冒任何风险,我到底在怕什么? 这时她已经有45岁了,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个地步,我肯定能致富她的,对吧? 七点半的时候,我让女儿上床睡觉,再三确认她无法进出这所房子之后,我坐在厨房里,手里握着一把刀,看着前面的草坪,不出所料,又收到一条短信。 这次的短信只有一张照片,是我在家的照片,拍到我在窗口,眼里充满恐惧。 另一条短信发来了,只简单地写着,我来了。 如果她在这里的话,那我要正面对抗她,我绝对不会害怕这个女人,我不会再让她控制我的生活了,我要结束这一切。 于是,我把门口的扶手已拉了出来,然后冲出了门前的草坪,手里还握着刀。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她,眼也不眨地,站在街对面邻居家门前的草坪上,穿着我那件粉红色的褶裙,头戴一顶银色头冠。 走近时,我开始意识到,她出了些可怕的问题。 她穿着的那件衣服,看起来破烂不堪,上面全是深棕色的污渍,从我站着的地方都能闻到。 不仅如此,她完全变样了,她那曾经的金色长卷发,现在变成了灰白的蓬乱头发,似乎已经开始一团团地从头上脱落,留下大片斑秃,她受得不可思议。 她那苍白泛黄的皮肤,像纸一样附着在骨头上,她的胳膊和腿上长满了绿色的浓包,看上去像霉菌一样。 还有她的脸,天哪,她的脸就像恐怖电影里的一样,她的嘴唇似乎收缩了,露出又厚又黑的牙龈和黄色的开裂牙齿。 没有嘴唇,也并未阻止她在那永远微笑着的唇上涂樱桃红的口红,她的眼睛似乎缩进了眼窝里,画着烟熏妆的那眼睛,看起来像是布上瘀青的坑。 她举起一只腐烂的手,像选美冠军那样朝我挥了挥,手腕来回转动着。 我发出一声毛骨悚然的尖叫,然后迅速转身冲回屋里,我砰的一声关上身后的门,把扶手已摆回赌门的位置。 然后跑到厨房的窗前,但她已经不见了,我无法想象,我在屋里回想起她那恐怖的模样,她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决定在网上查一下我母亲,我不知道是什么推动我这么做,但我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不能像个坐以待毙的火把子一样,等着那个怪物再回来。 我把她的名字输进了搜索栏,前几篇文章很旧,都是十年前她选美冠军的报道和采访。 然后我看到了一篇今年的文章,确切地说是两个月前的,那是个报纸文章的扫描图,比她年轻时的那些文章版面小得多,用词也没那么夸张,放在了报纸的底部。 这篇文章详细地描述了一对夫妇,在早晨散步时,偶然发现了一具一动不动的尸体,是我的母亲,我那完美又爱吹牛的母亲,她服用了过量的药物死了。 更重要的是,她已经死了,但她又没有死,她就在外面。 我刚才看到她了,还活着,还在呼吸,我试图寻求合理的解释,却只意识到我在外面看到的那个东西根本不可能活着。 我的呼吸急促起来,又一次吐在了厨房的地上。 当最后一条短信传来时,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我要进来了,我要去看看我的外孙女。 现在,我坐在我女儿的房间里,努力不要吵醒她,我能感觉到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最后一条短信,是五分钟前收到的,敲门是两分钟前开始的,我动不了,我吓呆了,我可怜的孩子在我身后睡得很香,全然不知道身边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母亲的敲门声终于停止了,我能听到她打字的声音,来不及了,她,那个东西,来了,她找到我了,我还拿着刀,我希望还有立即去反抗。 莉莉娅,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了这篇文章,我爱你,我现在打算为保护你而出去战斗,真的很抱歉。 我无意间打开房间的通风口,发现里面藏着一个人。 我写的第一部即时犯罪小说是2011年初出版的,这本书的内容很完美,我为此投入了数百个小时进行研究,采访和写作。 我觉得自己能在美国成为有名的作家,但我的出版社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声称经费过于紧张,因此中断对书本的推广。 他们放弃了我,所以我的小说失败了,当然也没有人会买我的书。 过去几年里,我都在试图拼凑一些故事,以说服他们再给我一次机会。 所以当我听说镇上发生了一系列谋杀案时,这似乎是我东山再起的绝佳机会。 我不能放慢对凶手背景,受害人,谋杀方法等这一切的调查。 我一边喝了口酒,一边重新阅读又一份警方报告。 凶手使用的凶器是一把消防斧,非常血腥,这点很好。 血腥的谋杀,销量总是会比无聊的枪杀案好。 更妙的是,他杀死的是一家人,而不是单身汉。 这是另一个我可以进行挖掘的角度。 我点进了他被捕当晚的一个新闻报道。 这个案子最妙的部分在于,这个疯子是自首的。 我喝光杯子里的酒,已经想好要写的内容了。 怀有良知的,家庭连环杀手。 我列出第二天要联系的人的名单。 媒体详细报道了警方对凶手家的搜查,所以我知道他的具体地址。 我查了一下那栋公寓楼房东的联系方式, 然后把他的号码抄在了我随身携带的一个小记事本上。 几句瞎编的话,应该能让我去参观一下凶手的房子。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头痛欲裂,感到很恶心。 但是没有因此而放弃调查。 我翻身起床洗了个澡,然后出门去和公寓的房东见面。 房东是一个快五十岁的又高又胖的男人,看起来很友好,不过感觉有点蠢。 他给我打开门,带我看了几个房间。 公寓里几乎已经被清空了,我猜先是警方,然后是搬家工人。 房东带我查看公寓的时候,我点了点头。 他带着我看了厨房,然后是主卧。 通过调查我知道,凶手有一个习惯,就是把尸体藏在狭小的空间里。 我一直在寻找这样的地方。 于是我注意到,主卧的角落有一个通风口,看起来像是压进墙壁的。 看起来很棒,很符合我想要找的房子。 我说着擦掉酒后从额头上冒出来的汗,离开之前我可以用一下洗手间吗? 房东指了指住我的洗手间说,请便。 我故意在里面待了很长时间,希望他能离开卧室。 然后没多久,他还真的喊道,我在楼下的车旁边等你。 我离开厕所,捏手捏脚地走向通风口。 我用力拉着那块金属,然后它顺利从墙上滑了下来。 里面是一个大约两英尺宽,一英尺高的空间。 金属地上的灰尘之中,放着一本平面笔记本。 我把它捡了起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这么幸运。 这本子很厚,我暂时把它塞进了衬衫里,然后把金属隔山放回原位。 我回到外面的房东身边,转过身抬头,看着那间小公寓说, 我跟你说实话吧。 他疑惑地问道,怎么了? 我说,我叫吉姆·苏里文,是一个即时犯罪小说家。 我来这里是想找一找,关于你最近离开的房客,有没有留下什么有趣的线索。 房东的脸色因愤怒而变得阴沉。 所以,这只是在浪费我的时间了。 我想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线索,关于,我不会告诉骗子的。 从我的地方离开,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我谢过他,然后回到自己的车上。 那时候,心思已经全在衬衫里那本厚厚的皮革笔记本上了。 我冲回家,握在桌子上,准备好一本笔记本和一支蓝色钢笔,放在右手边。 然后,颤抖着打开了那个笔记本。 这内容,比我想象的要精彩得多,也糟糕得多。 凶手,异常详细地写下了他的杀人计划。 解释了,他是如何在那些房子盯上,看丈夫是否爱他们的妻子,看孩子们是否叛逆,看他们吃什么晚饭,几点钟吃。 所以,他在动手之前,肯定已经跟踪他们好几天了。 但杀人计划中的细节描述,相比于杀人的细节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看到一半时,我不得不停了下来。 他一直在描述妻子过世时,父亲脸上表情的变化。 我给自己倒了一大杯酒,喝完后又倒了一杯。 凶手不断描述着受害者的哭喊,他们的弥留时刻和他们祈求怜悯的情形。 这个本子的内容终于变成了空白。 看完他对最后一句尸体进行描述后,我用颤抖的手指把本子合上了。 我的头因为酒精而抽痛着,那些可怕的画面在我脑海中闪过。 但是,我忍不住高兴地用手捂住嘴巴,因为找到了这宝贵的信息而暗自偷笑。 做一百年的采访,都没有办法提供给我这一本书的内容。 我准备又要出名了。 我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大声笑了出来,拿起已经空了的威士忌酒瓶对准嘴唇,喝掉了最后几滴酒,然后走回了卧室。 我第二天下午很晚才醒,感觉头昏脑胀,比宿醉还要难受,肯定是酒喝太多了。 我站起来走到厨房,打开一瓶啤酒,然后走回书桌前。 经过书桌时,那个笔记本吸引了我的注意。 它不一样了,变厚了。 我把它拿起来,发现我的蓝色钢笔夹在了这本皮面笔记本里面。 我翻开笔记本,发现了前一天晚上不存在的全新章节。 我坐在书桌前,想搞清楚这个新的章节是怎么回事。 它的字迹和前面的不一样。 明白过来自己所阅读的内容时,我感到一阵寒意。 上面,用非常详细的相似话语写着,我是如何到山上的一栋房子,去杀死了一对正在度蜜月的年轻夫妻。 上面写着,我是如何杀死了丈夫,然后把妻子的尸体带了回来。 我立刻跳了起来,跑到电脑前,着急地搜索着那个地址。 难道,我是在酒精导致的梦游中写下的这些东西吗? 我查到,那个地址是真实存在的。 离这里,只有半个小时车程。 不过,暂时没有看到有谋杀的新闻报道。 我盯着那栋房子,呼吸变得更为急促了。 它的样子,完全符合笔记本里的描述。 但,那不一定是我写的。 可是,这字迹跟前面的章节并不相同,而且,是用我的笔写的。 我搜索了最近的公用电话,记好位置后把车开了过去。 然后,戴着手套拨打了911。 911,你有什么紧急情况? 电话纳托的声音问道,你能派人到一栋房子这里来吗? 我担心,可能发生了很糟糕的事情。 先生,你是什么? 我打断他,说出了地址。 我问,你记下来了吗? 他说,我,我再次念了一遍地址,然后挂断了。 我开车回了家,路上一直在努力思考。 天哪,我需要喝一杯冷静下。 我的车库门打开了,我把车开了进去。 这时,我才注意到,那把斧子就在地上。 我关上车库门,绕过车子。 一把没见过的斧子,躺在我家门边的地上。 我跪下身,把它捡起来查看。 斧子的金属头部,覆盖着一层血液和头发。 我跌跌撞撞地后退几步,用手捂住嘴巴。 我吓得,把斧子扔在地上。 走进屋去,又开了一瓶酒。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不断刷新着新闻,祈祷着,希望这只是个玩笑,拜托了。 但是三个小时后,这起双杀案,就成了头版新闻。 那时,我已经醉得一塌糊涂了,所有细节都对上了。 死去的丈夫,失踪的妻子。 然后我意识到,我还没有搜查过自己家。 毕竟,妻子的尸体就在某个地方,她应该就在凶手的家里。 不过笔记本上,没有写她最后的位置。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在家里寻找可能藏着她尸体的地方,但是什么也没找到。 我对那个笔记本产生了一种厌恶感,是她导致了这一切。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知道,如果自己没有拿走这本笔记本的话, 那把斧子就不会出现在我的车库里。 我的良知,也不会受到如此拷打。 不,不可能的,我必须要摆脱掉它。 我考虑过把它烧了,不过,我没有这么做。 直觉告诉我,这本笔记本应该放回到我发现它的那个公寓里去。 我喝了一杯浓咖啡,让自己清醒一点,然后开始往那边走。 那个公寓就在几个街区外。 我想着,自己一天内杀的人已经够多了。 所以那天晚上虽然很冷,但是在愧疚,困惑和恐惧的阴霾之中,我几乎感受不到寒意。 二十分钟后,我来到了那个凶手的公寓。 一楼有一扇窗户没锁,我溜了进去。 我把身后的窗户关上,然后在公寓里环顾着。 之前另一个凶手已经自首了。 那现在,即便那是我做的,也不是我的错,是这个该死的笔记本的错。 我把它掏出来,扔在了地上。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把它捡起来,迈上黑漆漆的楼梯,来到主卧。 这里和我离开的时候一样,只是那个通风口,或许是房东发现我把它弄坏了。 这,都不重要。 我跪下来,使劲拽着那个通风口。 金属滑下来的时候,割伤了我的大拇指。 我弯下身子,抓起笔记本,伸出手臂,打算放回去。 然后,碰到了某种又软又湿润的东西。 我打开手机上的灯,看到一个女人的尸体躺在里面,身上全是血,散发出一股铁锈味。 我亮亮呛呛地后退了几步,想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我应该没有杀死这个女人,然后再开车把她带到这里,对吧? 这时,楼下公寓的门,砰的一声打开了。 我转过身,后退几步,那缓慢而沉稳的脚步声爬上楼梯时,我还跪在地上,双手着地。 卧室门打开了,灯光亮了起来。 我那天见过的房东,站在门口,手里抓着一把斧子,上面还沾着未干的血迹。 好吧,真可惜这一次你没在家里。 说话时,她紧紧抓着斧头,你很可能在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没说错吧,她把斧子的手柄指向我。 我,没说错吧,我慢慢点了点头,脑子一片空白,卡点了点手里的斧头,让别人相信自己是杀人凶手很有意思。 就连死者眼里消失的光芒,都比不上那个可怜的蠢货自首时带给我的快感。 抱歉了,骗子,你只是刚好成了下一个捡起那本本子的人。 不过你把事情变得很简单,你还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我。 看来,我得把那本本子放在外面,留给其他人去发现了。 也许,某个警探醒来时会发现,她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你觉得怎么样? 她朝房间里迈了一步,我跳起来朝厕所跑去。 之前在那里待过,我知道里面有站窗户。 只剩下几英尺远时,那把斧头击中了我的左臂后部。 我不顾疼痛朝窗户跳去,把胳膊交叉成X形,然后撞碎玻璃跳了出去。 摔倒在地之前坠落的时间,所以让我反思自己糟糕的决定。 我身体因为剧烈撞击而受伤了。 不过,让我担心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又会再次听到那沉重的脚步声。 不过,我没听到脚步声,而是听到了一声惊叫。 一对年轻夫妇朝我跑了过来。 那个男人喊道,你没事吧? 在失去意识之前,我最后听到的是那个妻子报警的声音。 我在医院的那段日子,警方没有找到那个男人。 而在他们找到他之前,我根本没办法睡得着。 我让警方复印了那个笔记本,但是原件还保留在我这里。 我没再骗你,现在我还会偶尔查看本子的最后部分,以确保没有新的章节出现。 我在梦游的弟弟手上绑了一条绳子,现在才是噩梦的开始。 家里人如果有人梦游的话,大家都会很担忧。 一开始,所有人都会有点担心梦游的人会伤害到自己,或胡乱走到房子外面去。 这些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梦游的人本身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而其他人通常都在睡觉。 直到我们早上醒来,发现所有的门窗都开着时,才意识到我弟弟会梦游。 由于我们生活在农村地区,所以除了可能有游荡的野生动物之外,没什么太大的危险。 尽管如此,作为哥哥,我父母还是安排我监护着弟弟的行动。 是这样的,我们俩住一个房间,所以我父母觉得如果弟弟梦游的话,我能及时发现并把他找回来。 不要叫醒梦游的人。 这句老话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 只要你轻轻地叫醒他们,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情况,他们就不会伤害自己,或被吓到。 一开始,我们试着在门上装铃铛,不过这没能把我叫醒。 所以我父母又试着在地上放了塑料纸。 我们尝试了所有你能想到的方法,好让我弟弟起床时叫醒我。 接着,我父亲想到了绳子的办法。 每天晚上,我和弟弟都会在手腕上绑一根长长的绳子,然后睡觉。 不管他什么时候起床,只要他走出房间,都会很快把我拽醒。 这样,在我弟弟打开家门和遇到外面的野生动物之前,我都能及时把他带回床上。 而我慢慢习惯着一切,绳子,拖拽,找回梦游人,把弟弟带回床上。 有些晚上,他不止一次地起来,也有的晚上,他根本不会梦游。 他睡着时,没有说过什么可怕的话,没有经常去的奇怪的地方,打开门窗时,也没有什么目的。 被问起这件事时,我弟弟只说,他的梦与他的行为没什么关系,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打开家门。 这种情况持续了差不多一年,才终于逐渐平息下来。 我们睡前慢慢开始不再把绳子绑在胳膊上了,因为我弟弟不梦游了。 7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记得我们去河边玩了一天,所以比平时早了一点上床睡觉。 整整一个下午,和同龄的孩子们在玩水,在附近的公园里跑来跑去,自然是累坏了。 晚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我醒了过来,因为去年一直在照看弟弟,所以我一般睡得很浅。 我记得,由于天气潮湿,我感到又热又黏,于是我起身打开窗户和风扇,希望空气能流通些。 但当我转身回到床上时,我看到房间门打开了,门缝大约有四五厘米宽。 眼睛适应黑暗的环境后,我意识到还有别的东西。 一张脸,就在门外,一张苍白的小脸贴在门缝上,一只棕色的大眼睛盯着我。 意识到眼前是我弟弟时,我松了一口气,他站在门外一动不动,很可能是又在梦游了。 我深吸一口气,镇定下来,抓住了门把手。 快回床上去,大哥,你就不能有一个晚上表现的正常点吗? 然后,我砰的一声关上门,回到了床上。 我当时态度不是很好,但你知道吗,我已经厌倦了。 经过漫长的一天后,我只想睡觉,如果他想在外面站一整晚,那我也不想管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妈妈做了早餐,我们在桌旁坐下时,我发现弟弟还没起床,这很奇怪,他一般都会起得很早。 乔,今天是睡过头了吧? 我一边漫不经心地在华夫饼上戳来戳去,一边问道,我爸爸放下咖啡,从报纸上移开视线,困惑地皱起了眉头。 乔昨晚去安迪家了,他说,然后他的脸色又渐渐变得温和了, 然后咯咯地笑了起来,你睡得早,所以不知道。 我突然不觉得饿了,我的胃翻腾起来,喉咙发紧。 他昨晚什么时候走的? 就在我们回来的时候,你刚上床不久。 我担心,可能是自己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没有告诉父母看到了什么, 而是在我弟弟当天晚些时候回家时,决定重新使用绳子,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乔看上去很困惑,但还是同意了,还开玩笑说我们会永远绑在一起,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对我的一种安慰吧,因为绳子能给我带来安全感,事实也确实如此。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和乔都睡得很香,没怎么发生梦游事件。 我本想再次把绳子截掉,但还是决定再绑一晚,反正对我们俩也没有坏处, 只要确保他不会起来乱跑就行了,我觉得绑着绳子的时候,我们俩都能睡得更好。 睡到一半,突然有人狠狠地拉了一下我的胳膊,把我踹行了。 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我的闹钟发出一点微光,上面显示的时间是凌晨两点二十五分, 乔梦游的时候通常不是这个时间起身的,但这也说不准。 我叹了口气,掀开被子从床上下来,就在这时,绳子那头再次狠狠拽了一下,差点把我撂倒在地。 我的火气一下子就冒了出来,我以为它一定是因为那条绳子勾住了什么东西才想把我拽出来, 于是我平复情绪,快步走向那扇已经打开的门。 这时,我发现了不对劲,绳子的长度最多也只能让我们保持十几厘米的距离, 但这一根要长得多,一直延伸到了走廊和拐角处。 瞧,我轻轻地喊道,这感觉很不对劲,但我还是沿着走廊走了过去, 就在拐弯时正好第三次被绳子拉了一下,这个绳子延伸到了厨房, 那里有一扇通往地下室的门,这扇门现在大开着,绳子往下延伸,拉拽的力量也越来越大。 我不耐烦了,这一点也不像乔,而且他以前从没去过地下室, 更别说动手拉绳子了,乔,你醒着的吗? 你这恶作剧一点都不好玩,这次我的声音大了一些, 慢慢地向那扇敞开的门靠近,同时,绳子开始疯狂地震动, 拉拽,就好像是在进一步催促我,我越靠近,他就变得越兴奋。 到达门口时,那绳子非常猛烈地拽了一下,我差点再次失去平衡, 听到身后开门的声音时,绳子的拖拽停顿了一会儿, 睡眼惺忪地敲,从我房间对面的厕所走了出来, 他眨了眨眼,一边打哈欠,一边用一只手揉着眼睛, 而他的手腕上并没有绳子,突然,那根绳子开始用比之前更大的力量拉我, 我大叫一声,亮亮呛呛地走到了通向地下室的第一级台阶上, 瞧发现了我手腕上有绳子,而他手上没有, 我意识到,地下室里的那个人,或者说那个东西并不是他, 地下室传来一声巨响,那是黑暗里低沉的声音声, 接着,我听到弟弟跑过来,在我身后传来慌乱的脚步声, 他抓着我那只空着的胳膊,一边试图找东西割断绳子, 我听到厨房的抽屉哗啦一声打开了, 然后他拿出一把刀,用另一只颤抖的手割着绳子, 地下室的声音变得特别大,这时,拖拽停了下来,绳子断了, 我和乔都仰面摔倒在了厨房的地上,绳子切断后,那声音就停止了, 地下室的门剧烈地摇晃着,然后在我们面前砰的一声关上了, 那天晚上,我跟乔都失眠了,我们蜷缩在一张床上, 打开了房间里所有的灯,就这样,一直等到太阳升起, 我们的父母起床,但是,他们不相信我们的话, 说他们什么也没听到,睡得很香, 他们说我们一定是产生了幻觉,或者都梦游了, 不管怎样,我知道,地下室的那东西不是我弟弟, 后来,我再也不愿意在手腕上绑绳子了。 我的妻子怀孕了,她的口味也变了, 我现在,很害怕。 在讲述这件事之前,我想说, 我很爱我的妻子莫莉,直到今日也是如此,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问题在于,她现在变了,变得让我很害怕。 我和妻子一直生活在美国, 备孕已经有一年多了, 但一直没有成功, 好不容易怀上了, 但是莫莉流产了, 自此以后,就一直闷闷不乐, 她没怎么吃东西, 还把自己关进我们漆黑的卧室里, 为最近失去的宝宝哀悼。 有一家餐馆的菜,她很喜欢吃, 这也可能是唯一能让她好好吃饭的方法。 那天晚上, 我们在电视上看了部喜剧, 莫莉狼吞虎咽地吃下了那家餐馆的炒饭, 然后我们打开了幸运饼干, 我上面写的是努力工作之类的画, 而她的饼干上面, 用黑色的小字写着, 现在是时候了。 那一刻, 她突然向我扑了过来, 那天晚上, 我们做了浪漫的事情, 几周后, 我妻子再次怀孕了。 一熬过了三个月, 我们就放心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家人朋友, 不再担心会再次流产,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麻烦都已经过去了, 那时我全然不知, 我们的问题远没有结束, 目前为止, 她身体状况还算正常, 只有一件事除外, 那就是茉莉对那家餐馆食物的渴望, 已经有些疯狂了。 一开始, 她会一天吃好几杯面, 或者把家里所有的白米饭都煮熟, 然后淋上酱油, 刚开始, 以为是她怀孕了, 口味大变的缘故, 但是过了几个星期, 她唯一能吃下的东西, 就是从那家餐厅点的固定菜式, 就像是上瘾了一样。 于是我每天下班后都要去那个餐馆, 那食物的味道开始让我作呕, 当时她怀孕大约24周, 我去拿她新点的菜式, 结果发现那家店被封了, 四周用隔离带围住, 对于违反食品健康法规来说, 这做法似乎有点严重了, 但我更担心, 晚上睡我旁边的那个餐馆狂热爱好者, 我知道这个消息会让她非常难过, 所以开车去另一家餐厅给她买了同样的菜式, 以防她饿着, 回到家后,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 但随后又拿出了代替品, 我知道她应该会有点沮丧, 但是她的反应让我措手不及, 她拿起外卖盒, 在厨房柜台附近疯狂地打开了它, 她连餐具都没有拿, 而是直接徒手抓起了食物, 以一种原始的方式把食物放进嘴里, 然后突然顿住了, 她皱起眉头, 把整个外卖盒摔到墙上, 像女妖一样尖叫着, 说东西不一样, 我愣了几分钟, 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她怒气冲冲地冲进卧室, 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告诉自己, 她这过度的反应, 一定是她的荷尔蒙在作祟, 然后就去清理她留下的烂摊子, 而接下来的几天里, 我都有些害怕下班回家了, 对比怀孕之前的她, 我的妻子现在就像变了个人, 除了那个特别菜式, 她什么都不吃, 但我没有办法给她弄到, 她已经整整四天, 什么都没有吃东西了, 这让她有点抓狂, 我第一天没带那家餐馆的食物回来的时候, 她不让我碰她, 只会一直在尖叫着, 好像我在无情地打她一样, 持续了一段时间后, 甚至还惊动了警察, 以确保我没有殴打她, 第二天, 她扇了我一巴掌, 她不是很强壮, 但指甲抓伤了我, 同时问起来时, 我不得不撒了谎, 第三天, 她就坐在我腿上哭, 因为吃不到心爱的食物, 哭泣着, 我的衬衫领子上, 沾满了鼻涕和口水, 她不断地求我, 她就是不明白, 那家店已经倒闭了, 第四天, 她把我锁在了房间外面, 那天晚上, 她把我的衣服和牙刷, 从门缝塞出来, 我只能在沙发上抹液, 从那以后, 饥饿的痛苦, 让她卧床不起, 我打算和她的医生谈谈, 关于她绝世的问题, 第五天回家时, 我做好了心理准备, 迎接她的嚎叫, 但在厨房里看到了她, 脸上还挂着灿烂的笑容, 就在那天早上, 她还在厕所里吐胆汁, 骂我的不作为, 而现在, 她又变成了我的甜心茉莉, 煮着闻起来和看起来都像是炖菜的食物, 我微笑着轻轻拥抱她, 用一只手揉着她的肚子, 我问她, 为什么现在看起来这么开心, 她说吃过东西之后, 她就感觉好多了, 她发现自己并不需要吃那家餐馆的食物, 我松了一口气, 而我的钱包也松了一口气, 但这, 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 我以为这个和我同住一个家的女人, 已经恢复正常了, 当然, 如果真有这么幸运的话, 现在我就不会写下这篇文章了, 大约两周后, 我注意到社区里, 到处都贴着寻找走失宠物的海报, 我并没有太在意, 直到我的邻居约翰, 在我回家前碰到了我, 他说, 你知道家里有婴儿的话, 养猫是很危险的, 我很困惑, 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养猫, 我向他解释了这一点, 还告诉他自己对猫毛过敏, 但他坚持说, 三天前我妻子离开家, 那时他的状态还没完全恢复正常, 回来的时候, 带着一个喵喵叫的宠物龙, 他问我妻子需不需要帮助, 但我妻子没有理他, 而是迅速走进了屋里, 我问了莫莉这件事, 他说我们的邻居是个爱管闲事的混蛋, 他从来没有带过猫回家, 我相信了他, 认为可能只是约翰当时无聊没事做, 随便编点话题聊天, 打发时间而已, 直到那天晚上, 我们打开了新闻, 我和莫莉在家里, 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心情很好, 但接着我们看到, 当地新闻在他一直痴迷的那家餐厅前进行报道, 那位年轻的记者告诉我们, 那家恶心的餐馆, 把猫当做鸡肉来供应, 我想起那些菜式, 还有我在那儿吃过的几顿饭, 感到一阵作呕, 我的妻子很快换了台, 但从那以后, 我经常会想起约翰告诉我的那件事情, 我们有很多可以聊的话题, 但他究竟为什么要编造, 说莫莉带了只猫回家, 这个说法, 让我越想越不安, 我能感觉到, 自己工作的时候他干了什么, 但我没有证据, 直到我独自在家的那天, 那天, 莫莉跟朋友出去聚会了,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打电子游戏消磨时间, 但游戏手柄没电了, 我们在炉子上方有一个小柜子, 里面放着手电筒, 电池和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 柜子就在我头顶, 没有凳子的话, 我几乎看不到里面, 所以我拿了一张凳子, 去担电池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个不是我放进去的旧黄油桶, 应该是我妻子放的, 但我想知道它里面装了什么, 我把桶从柜子里拿出来, 注意到它发出一声轻轻的叮当声, 然后很轻易就把它打开了, 打开的时候, 我都没法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 我看到的是小小的, 颜色鲜艳的项圈, 大多数上面有铃铛, 有些甚至还有铃牌, 我拿起一个仔细看了看, 上面是鲜绿色和白色相间的圆点, 银色的铃铛和一个铃牌, 更加吸引我注意的, 是碗里的红褐色污渍和小小的编织项圈, 我整个人都懵了, 接着听到了前门打开的声音, 我迅速把项圈收起来, 拿上我需要的电池, 然后扮演起一个静止的丈夫角色, 他现在已经怀孕三十六周了, 我还没有跟他提起我发现项圈的事, 我想等到孩子出生以后再说, 这样他就不会因为和我怄气而伤害自己, 从之前的B超检查来看, 我们会有三个非常健康的宝宝, 我知道, 三胞胎, 这有点疯狂, 对吧? 从流产到即将拥有三个孩子, 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他们了, 他们会让我们生命中的这段时光变得有意义, 我还记得自己看着屏幕上的图像时是这样想的, 当时我快要激动地哭出来了, 但这时, 妻子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感觉好像我们要生一窝宝宝一样, 他说着, 脸上露出饥渴的笑容, 这让我很不安, 尤其是他瞪大眼睛看着屏幕的样子, 感觉自己的妻子想要伤害我们的孩子, 但如果你仔细想想, 这种事在自然界一直都在发生, 我小时候养过一只宠物仓鼠, 他吃掉了自己所有的宝宝, 当时这把我吓坏了, 我越看妻子盯着他鼓起的肚子的眼神, 就越觉得他看起来很饿, 我想, 等到孩子们能出院, 我就要把他们带走, 然后和我妻子离婚, 但如果他拒绝的话, 我就不得不采用必要的手段, 去保护孩子们了, 我发现邻居躲在我的地下室吃这玩意儿, 我宁愿永远没有发现, 2016年秋天, 我在美国一个小镇上低价买了一套房子, 然后搬了进去, 当时, 我刚恢复单身, 所以想要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小窝, 这个房子有三间卧室, 一间很大的浴室, 宽敞的厨房, 还有一个带飘窗的漂亮客厅, 地下室空间很大, 还带有洗衣房, 所以这对我来说, 已经相当不错了, 这个街区大多都是废弃的房子, 除我之外, 只有五户人家, 我只有一个邻居, 就在我家旁边, 当时我不善社交, 所以也从来没想过要去拜访邻居们, 我的邻居好像也是单身, 是个女性, 年纪比我稍大一些, 看上去像是西班牙艺人, 入住第三天, 我出门丢垃圾的时候, 她在院子里跟我打了招呼, 她说, 她叫格里赛达, 是在替她姐姐看房子, 她姐姐和两个侄女,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都会待在墨西哥格雷罗州, 她就没说什么别的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 我经常在做家务和打理院子的时候, 发现她看我, 她会透过她的窗户窥视我, 通常我会直接无视, 然后把百叶窗拉上, 我不是那种多疑的人, 所以一开始, 这并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 之后我上下班的时候, 她总是会坐在前门的木椅上, 我开始在想, 她究竟有没有工作, 因为她从来不出门, 甚至不买吃的, 或者倒垃圾, 就连每天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 她家的灯从来都不亮, 除了地下室的灯, 而且, 也只有晚上才会亮, 由于并没有发现什么犯罪行为, 所以我也不能报案, 因此, 我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过别人, 大约第二个月, 我开始留意到, 她在前门上看着我上下班的时候, 好像是在说拉丁语, 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了, 家里的东西会神秘失踪, 都是些小东西, 比如我的梳子, 照片, 还有一把救餐刀, 回家时, 我会发现某扇窗子被打开了, 或者一盏灯亮着, 我知道, 这盏灯本来是关着的, 还有, 我总是上了锁的地下室的门, 竟然打开了, 我的垃圾桶看上去, 好像都被翻过了, 这些事情, 让我开始担心起来, 有一天晚上, 我被卧室窗外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吵醒, 我看到她蹲着往我的地下室里看, 地下室的灯亮着, 去检查地下室之前, 我到前门去跟她对质, 那时, 她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前门, 我让她离我家远一点, 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低声说了些什么, 然后朝我吐了口口水, 我跑去地下室, 发现所有丢失的东西都在地下室的地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把东西拿起来, 放在了厨房的台板上, 那时我已经很困了, 于是继续回去睡觉, 因为我第二天还得要早起上班, 但是第二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早上七点, 我出门上班的时候, 发现这次, 她没有待在前门那儿, 谢天谢地, 她终于明白我的意思了, 我当时松了口气, 那天晚上我突然醒了, 听到那个女人的声音, 她就在我家里, 她的声音是从地下室传来的, 我拿起棒球棒, 朝下走去, 地下室的门大开着, 灯亮着, 她并不在这里, 但是我发现了三只被开膛破肚的老鼠, 它们的内脏散落在地下室各处, 我突然听到有人上楼去卧室的脚步声, 我跑上去, 发现她赤裸地坐在我的床上, 手上, 胳膊上, 胸膛和脸上都沾着血, 她用牙齿杀死了那些老鼠, 她朝我发出嘶嘶的声音, 我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把她锁在了里面, 我抱了紧, 警方几分钟后到了, 警察告诉我说她叫阿实利, 他们还在她家地下室, 发现了她姐姐和两个侄女, 他们的尸体躺在沙发上, 已经开始腐烂了, 尸体前面放着一个三脚架, 上面有部相机, 里面有她和尸体们合照, 每张照片中, 她都露出了笑容, 他们是被她捅死的, 警方说, 这些照片可以追溯到三个月以前, 照片里的尸体在渐渐腐烂, 我差点成为她的下一个受害者, 幸好我及时发现, 而我现在还活着, 现在的我比以前更谨慎了, 只要发现有点不对劲的地方, 我都会提高警惕, 必要时候还会报警求助, 我对终于能上大学这件事, 一直都很兴奋, 但真的来到大学之后, 才发现, 现实跟想象却截然不同, 我一直梦想着住在宿舍里, 认识新室友, 交更多的朋友, 也许还能遇到生命里的另一半, 但是过完第一个晚上后, 这些短暂的梦就破灭了, 我们当时选了只有一个室友的宿舍, 我是在照片墙私信中确定的室友, 萨拉是来自亚利桑那州, 图森市的新生, 她看上去人很好, 我快速浏览了一下她的动态, 这让我对她的生活有了大致的了解, 她热爱摄影和一切艺术的东西, 她家里还养了一条叫巴迪的狗, 当然, 我是在搬进来的那天, 才见到萨拉本人的, 亚利桑那州炎热的天气, 让我出了一身汗, 我带着自己的行李爬上四楼, 她在宿舍里迎接了我, 我还了解到关于她的两点信息, 一, 她看上去很注重形象, 就算是吹龙卷风, 她也不允许自己的发型弄乱, 二, 她非常喜欢粉色, 就连她的床铺全都是粉色, 我一直认为, 我们最喜欢的颜色可以反映出我们的性格, 我们的父母很快就离开了, 我们不舍得告别, 说了些类似于一定要多打电话回来, 这样赶伤的话, 我不算是外向的人, 但是我还没反应过来, 萨拉就开始低头在手机上找起聚会和其他周末活动, 来嘛, 她低声说道, 别这么磨磨叽叽, 我决定礼貌地拒绝她, 晚上那喝酒狂欢的派对, 找了个借口说要收拾行李, 住在宿舍的第一个晚上, 我熬夜到差不多凌晨两点, 忙着适应环境, 装饰宿舍里属于我的那一部分, 好让她看上去不要太冷清, 而萨拉还没回来, 我还没有她的手机号, 没法给她发短信, 而且, 我也不想在搬了一整天东西之后, 还要去搭理一个喝醉的女生, 快进到凌晨五点, 我听到门锁轻轻地打开了, 让我感到很吃惊的是, 我看到萨拉悄悄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虽然昏昏欲睡, 但我还是警惕了起来, 试想一下, 谁能在喝得这么醉的情况下, 还能把动静控制得这么小呢? 我翻过身去看看是什么情况, 然后发现自己和室友的脸, 都快贴到了一起, 我猛地后退, 撞上背后的砖墙, 发出一声恐惧的尖叫, 可她还站在那里, 没有移动, 也没有退缩, 只是站在原地, 带着威胁性的笑容平稳地呼吸着, 五分钟过去了, 她仍旧移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但她一直笑着, 直到嘴角满是口水, 最后滴落在我的被子上,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梦游, 但我真的被她吓到了, 抑制住自己的恐惧后, 我平静地向她伸出手去, 把手放在她的双臂上, 几次剧烈地摇头后, 她突然恢复意识, 但对刚才发生的事情只字不提, 而是用裸露的手腕擦了擦嘴唇, 把剩下的口水擦掉, 然后跟我说了声, 晚安, 接着躺回了她的床上, 我本以为, 这次只是个突发状况, 但是从那以后, 这种事每天晚上都会发生, 我告诉了塑管, 在白天的时候跟拉萨讲过这件事, 也咨询过我的朋友和父母, 但他们都说这是梦游, 我知道, 每个人在梦游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表现, 但问题不仅仅是微笑, 有一天晚上我醒来时, 发现她蹲在浴室的水槽旁边盯着镜子看, 要是她保持沉默的话, 我可能就继续睡觉了, 但她一直在跟某人说话, 不是她自己, 而是别的什么人, 我听到一点对话, 她在问他们什么时候能让她回家, 还说她快要完成任务了, 我翻身翻得太快了一点, 身下的弹簧突然发出声响, 被她听到了, 她的注意力立刻就转向了我, 周围一片漆黑, 但我还是能看出她的脖子, 以一种人类做不到的方式扭转着, 然后, 她从镜子前走开, 骨头嘎吱作响, 拖着脚, 再一次朝我走了过来, 她露出可怕的笑容, 牙齿暴露在外, 还流着口水, 她再一次跟我面对面时, 她低下身子凑得更近了, 你是最后一个, 她气喘吁吁吁地拍着我的脸生气地说道, 我不想知道那是个什么任务, 而且我也不想知道这些细节, 她说完那句话就爬上了床, 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已经持续快一整年了, 这学期快结束了, 我真的希望时间能快点, 我想尽快离开这个宿舍, 我跟一个男同事合租, 我发现了她男朋友的一个秘密, 尽管我所写下的一切都是事实, 但这个案子一直都没结案, 而且很可能已经成为悬案了, 因为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 在2007年的时候, 我在美国一个酒吧当调酒师, 现在已经倒闭了, 虽然我不怎么喜欢这份工作, 但至少能养活我, 当时他们雇了一个新的厨房经理, 我们只知道他叫科尼, 科尼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男人, 他大多数时候不怎么和其他人来往, 但是他总会待到很晚帮我们打烊, 所以我们都很喜欢他, 科尼是新来到这个镇上的, 还没有找到常住的地方, 而跟我合租的人最近刚离开, 所以有人建议他问问我, 他比我之前合租的租客年纪要大得多, 但是我跟与我年纪差不多的租客 有过几次不愉快的经历, 于是我想着, 一个拥有稳定工作的, 年纪大一些的男人, 或许能成为我的好室友, 所以我同意了, 科尼行动很迅速, 当天晚上就跟我回家了, 只不过他不是一个人, 这里要介绍一下劳伦斯, 科尼的男朋友, 说实话, 直到那个时候我才发现他是同性恋, 现在回想起来, 真正应该困扰我的是劳伦斯的外表, 他看起来就好像之前睡在大街上的乞丐一样, 自从科尼搬了进来, 劳伦斯也常常过来, 因为他的手机铃声听起来很像是鸭子的嘎嘎叫声, 所以他过来的时候我很容易就能发现, 科尼入住之后, 我发现他很少关卧室门, 不管他在里面干什么, 门都总是开着, 虽然他阴影很重, 但他一次都没在房子里抽过, 科尼在这里住了差不多两个星期后, 我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红眼病, 这种病传染性很强, 于是我请了假, 决定去我姐姐家住几天, 那天是我姐姐来接我的, 在等他来的时候, 我走进了家里的吧台, 这个吧台是我和我高中的好朋友, 以及当时的同事本一起弄的, 然后我发现, 我们所有的酒瓶都是空的, 我说的可不是一两瓶白兰蒂, 而是很多瓶各式各样的酒, 当时经常到我家来的人都知道, 这里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储备充足的酒吧, 不需要再额外添置什么东西, 就能用来举办一场聚会了。 我把科尼叫了进来, 问他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说他和劳伦斯有一点酗酒, 所以把酒喝完了, 这既让我非常生气, 他们喝掉了我价值大约一千美元的存酒, 同时又让我有点佩服, 他竟然还活着, 我说等我回来, 再处理这件事, 之后我跟我姐姐一起待了几天, 然后礼拜五的时候, 我接到当地警方打来的电话, 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叫康拉德·舒尔茨的人, 但我并没有听过, 最后警方补充说, 我应该叫他科尼, 还说需要我去一趟警察局, 因为警方刚刚逮捕了科尼的男朋友, 他试图卖掉我的相机设备, 于是我姐姐和我迅速赶了过去, 而这时,我所有的相机设备都在警察局, 就是在这一次, 我得知, 劳伦斯其实原来是一个海报突击队员, 但他不光彩地退了屋, 后来又走上了犯罪道路, 而现在, 他的案底又圣经那么长, 重点是, 他和科尼其实曾经都是流浪汉, 之后, 劳伦斯入狱了, 我姐姐把我送回家, 差不多同一时间, 科尼也回来了, 根据科尼的说法, 是他举报了劳伦斯, 因为他无法忍受, 劳伦斯想对我做的事情, 尽管我很感谢他的牺牲, 但我还是告诉科尼, 他必须离开, 因为他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但是我不忍心, 让他突然无家可归, 所以我让他可以待到月底, 再走其他安排, 星期一的时候, 我刚结束员工会议, 走回家的路上, 遇到了被放出来的劳伦斯, 他就坐在我家对面的人行道上, 盯着我家看, 我质问劳伦斯, 为什么在这里, 他试图跟我道歉, 然后又问我要钱, 但我一分钱都没有给他, 就让他离开了, 回到前一天晚上, 我刚才提到员工会议是有原因的, 因为会上, 我们发现仓库里有些酒不见了, 那是一份很长的清单, 这让我们怀疑彼此, 但我没用多长时间, 就明白过来真正的小偷是谁了, 因为几天后, 我打开家里厨房的垃圾桶, 看到了那些丢失的酒瓶子, 都空空如也, 我决定暂时不透露这些信息, 不过我有拍照, 为了以防万一, 我后面需要用来当作证据, 我还给本打了电话, 告诉他我的发现, 这很快变成了一场侦探游戏, 我们决定进入科尼的房间, 搜寻进一步的证据, 房间里没什么重要的东西, 但发现了两张劳伦斯的照片, 那是他变成流浪汉之前的样子, 其实还有一些劳伦斯的东西在这里, 但是那件事之前, 劳伦斯在这待了很长时间, 所以我觉得这也很正常, 再补充一下, 我已经把劳伦斯释放的事情告诉了科尼, 还向他表明了, 哪怕只是怀疑他们还在交往, 我都会亲自把他赶出去, 某天晚上我在酒吧上班, 科尼不时在吧台旁停下来, 给自己倒半杯葡萄酒, 再倒半杯可乐, 然后他拿到餐厅外面去喝, 我们质问了他, 但他反驳的也对, 他还是经理, 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他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但是他第四次过来的时候, 我写了疑心, 决定跟他出去, 然后就看到劳伦斯坐在外面, 和科尼共享着饮料, 这让我很生气, 所以第二天, 我带着照片证据回到酒吧, 把照片交给了总经理, 虽然我没有亲眼看到, 但还是隔着办公室的门, 听到了他们的争吵, 他开除了科尼, 科尼离开了, 看起来很沮丧, 不过他也不知道是我举报了他, 那天晚上我们打烊比较早, 我走回家的路上路过高中, 看到科尼从相反的方向过来, 他从我身边走过, 只说了一句话, 我好害怕, 然后就消失在了夜色中, 这就是我最后一次, 亲眼见到康拉德·舒尔茨了, 于是, 我们来到了科尼被赶出去之前的最后一周, 这段时间, 本和我待在一起, 因为我们都想了解一下情况, 确保没有别的事情在发生, 就是在这个星期里, 科尼的行为突然发生了变化, 他一直在房间里抽烟, 而且他的房门每天24小时都关着, 在这最后一个星期里, 我和本都没怎么看见他, 当时我们也没有多想, 科尼被赶出去的那一天, 当时本已经回家几个小时了, 我终于听到科尼的卧室门打开, 有人从里面走出来, 打开大门, 然后离开了, 我跟了出来, 但不知怎么的, 我出来的时候, 他人已经不见了, 不过, 他留下了房子的钥匙, 表明他是不打算再回来了, 我看了一眼那个钥匙, 发现一件奇怪的事, 虽然该有的钥匙都在钥匙串上, 但是还有几把钥匙不是我的, 他为什么会把错误的钥匙留给我, 我一边想着, 一边走进他的房间, 他的房间让人正经, 倒不是因为房间的状态, 他们之前弄坏了床, 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 而是他把所有的私人物品都留了下来, 只有一个例外, 就是那两张劳伦斯的照片, 进一步进行调查后, 我突然发现, 劳伦斯曾在这里待过的一切痕迹都彻底消失了, 只有科尼的东西都留了下来, 不过, 还有一件劳伦斯的东西留了下来, 就是他的鸭子铃声, 原来这并不是什么手机铃声, 而是一只真正的鸭子, 他现在正在空的卧室里闲逛, 我们给他取名叫纳威, 本过来找我, 我把事情的进展告诉他, 我们两个都觉得, 科尼这样离开很奇怪, 当然了, 这整件事情都很奇怪, 直到我问出那个问题, 这一切才变得很诡异, 这个星期你有见过科尼吗? 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 我们发现, 我们两个都没有见过他, 我们把线索拼凑在了一起, 改变了的习惯, 鸭子纳威, 错误的钥匙, 只有劳伦斯的东西不见了, 我们两个都不约而同地问出同一个问题, 这个星期, 跟我们住在一起的究竟是谁? 接下来的几天里, 我和本执行了一项任务, 就是在镇上进行搜索, 我们事无巨细地想要找到科尼下落的线索, 但一无所获, 康拉德·舒尔茨就这样在地球上消失了, 但劳伦斯的情况就不相同了, 他还在附近, 又交了一些新的流浪汉朋友, 有几次我们碰到他在街上乞讨, 每次我都会问他, 劳伦斯, 科尼在哪里? 但是他只装作从未听说过这个人的样子, 我最后一次见到劳伦斯是在公司对面, 他当时正在试图撬车, 我报警举报了他, 警方很快就赶到了, 当场抓住了他, 他被警察带走的时候, 我最后一次朝他喊道, 劳伦斯, 科尼在哪里? 但是他只是无视了我, 任由警方把他拽走了, 第二天, 我向警方报案说科尼失踪了, 并暗示劳伦斯可能对此知情, 但并没有什么后续进展, 之后, 我们还是一直没法找到科尼, 他就这样人间蒸发了。 我永远忘不了发现自己怀孕的那一天, 我们当时被孕好几年了, 还以为不会成功了, 所以验孕棒上的第二根线显现出来的时候, 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还让丈夫又跑出去买了两根来再次确认, 三个验孕棒都显示怀孕了, 我们的梦想人生也即将要实现了, 我们当时已经结婚了, 住在梦想的房子里, 还有一个大的后花园, 很适合爱冒险的孩子们在那里玩, 花园中间有一棵老橡树, 孩子们可以爬树, 直到怀孕后, 我们所做的首要几件事之一, 就是在树上系一个轮胎鞦韆, 我们知道孩子还要过好几年才能使用这个鞦韆, 但是一想到孩子跑来跑去的场景, 我们就等不了了, 必须得做点什么, 我丈夫自己就像个大孩子一样,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要带孩子去参加的冒险, 尽管我不断向他解释, 宝宝还要过好几年才能做那样的事, 我觉得他是很高兴终于有人和他一起玩了, 直接忽略了孩子的婴儿时期, 直到哈利出生了, 别误会, 他其实是个很好的丈夫和父亲, 在我怀孕期间为我做了很多事, 哈利出生的时候, 我需要紧急抛妇产, 并且出现了并发症, 花了一段时间才恢复过来, 所以哈利刚来到家里的头几个月, 从晚上喂奶到化尿布, 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丈夫做的, 她是我认识的最有耐心的人之一, 这是个挑战, 我们都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 我是这样想的, 当时度过了很多压力紧张的白天和无眠的夜晚, 当我恢复过来后, 我们成功找到了节奏, 之后, 一切都很顺利, 我记得最初注意到有些奇怪的时候, 哈利大概三个月大, 我当时正一边怀里抱着她喂奶, 一边和往常一样看着她漂亮的蓝色眼睛, 突然她停止喝奶, 开始用奇怪的眼神盯着我看, 就好像她对我生气了似的, 我以为是打嗝, 于是把她放在我的肩膀上拍了拍, 我正揉她的背时, 她突然动了一下, 从我的肩膀上滑了下来, 幸好我在摔倒之前抓住了她, 但不幸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 我的指甲掐到她, 她没有哭也没有闹, 只是发出了一声低吼, 我拥抱并亲吻了她一下, 然后把她放回了我的肩膀上, 几秒钟后, 我听到她在我耳边低声说了什么, 听起来就像是 我只是笑了笑, 以为是小婴儿发出的那种声音, 然后继续揉着她的背, 没过多久, 我又听到了, 这一次声音大一些, 清楚一些, 我把它放在膝盖上, 用平时那种傻傻的声音 开着玩笑重复说, 宝贝, 你是不是说了不好的词啊, 有没有, 有没有, 她用一种奇怪的, 我未曾见过的表情盯着我的眼睛, 一直盯着, 甚至没有眨眼, 这样持续了大约五分钟, 我以为她可能是还想打嗝, 所以把她放在我的肩膀上, 开始用手揉她的背, 她的头离我的脸越靠越近, 直到凑到了我的耳朵边上, 然后她突然用嘴咬住我的一只耳环, 开始咬起头来, 我试图把她拉开, 但她就是不愿松口, 太疼了, 我觉得她要把耳环从我耳朵上拽下来了, 最后我让她张开了嘴, 我重新让她坐回到我的膝盖上, 她吐了出来, 打到了我一边的脸颊, 然后对我露出了毛骨悚然的笑容, 当然, 我以为这只是个偶然, 我无法想象她会故意伤害别人, 这怎么可能呢, 她只是个婴儿, 丈夫回家后,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她, 我们都一笑置之, 不过后来我在她身边时就不戴耳环了, 那天晚上后来没有发生什么事, 当然是轮到我丈夫陪她了, 所以直到第二天早上, 我丈夫去上班后, 我才再次和哈利独处, 那也是我产假的最后一天, 所以我打算好好利用起来, 我带她去了公园, 她很喜欢看鸭子, 出门之前, 我决定给她换一下尿布, 对此她不太高兴, 给她脱衣服的时候, 她一直用不同以往的力气踢我, 我不知道她怎么了, 我之前从没见过她这样, 终于给她穿好衣服后, 她朝我竖了中指,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她只是婴儿而已, 好吧, 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 哪怕她当时磨着牙盯着我的眼睛看, 不过她没有牙齿, 那天之后的时间里, 她一次都没有看过我, 即使是我给她喂奶的时候也一样, 那天晚上, 轮到我起来给她喂奶, 不过我失眠了, 我觉得可能是自己准备要去上班, 压力太大所以睡不着, 我在那躺着, 然后听到婴儿监视器有动静, 听起来像是有人在自言自语, 我想着可能是串线了, 我们收到了别人监视器的信号, 不过以防万一, 我还是起身去看她, 为了不吵醒她, 我捏手捏脚地穿过走廊, 从半开着的门缝往里看, 眼前的一幕让我很是震惊, 她正坐着四处张望, 我很惊讶, 她应该再过好几个月才能做到这一点, 于是我跑上楼拿手机想要录下来, 重新下来的路上, 她尖叫起来, 这吓到我了, 那声音特别响, 我想着, 肯定是出了什么严重的问题, 抵达时, 我发现她躺在门内侧的地上, 她发出的声音特别大, 把我丈夫都吵醒了, 她发现我站在哈利旁边, 以为是我把她给摔了, 我试着告诉丈夫, 我发现她的时候她就是这样的, 但她不愿意相信我, 我丈夫把哈利放在肩膀上安慰她, 这时, 哈利朝我笑了笑, 我知道这样说一个婴儿很奇怪, 但她脸上的确带着一种得意的表情, 从那之后, 我的生活就走上了下坡路, 似乎每次我接近她的时候都会有问题, 丈夫在附近时, 我一碰她就尖叫, 独处时, 她会拧我或朝我扔东西, 我很确定, 我丈夫认为我是在故意伤害哈利, 虽然他没有直说, 但是每次我靠近宝宝的时候, 他都会特别注意, 我竭尽全力地想和哈利搞好关系, 但这很难, 我工作时间很长, 回家的时候他通常已经睡了, 我唯一能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是周末, 即便周末可能也只有几个小时, 我没有太多时间和他在一起, 最终, 我觉得自己别无选择, 只能从工作的职责当中后退一步, 这意味着降职和薪水的大幅下降, 但至少我可以早些回家, 我丈夫非常支持我的决定, 他说他很高兴, 这样我们就可以多陪陪孩子了, 这话听起来很不错, 刚开始的几个星期里一切都很顺利, 我们相处得非常好, 我还觉得哈利已经开始对我有好感了, 虽然他看起来仍旧对我很反感, 避免和我进行眼神接触, 但至少不会在我靠近的时候直接表现出来了, 直到几个星期前, 我丈夫买了一个新的带摄像头的婴儿监视器, 之前那个监视器在某天晚上, 把哈利哄上床睡觉之后就神秘失踪了, 不过我真的很喜欢这一个, 他能够让我看着哈利睡觉, 并且我养成了一个习惯,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看监视器, 不知怎么, 我觉得哈利是知道的, 而且他不喜欢这样, 他在自己的小床上坐起来盯着摄像头, 直到我入睡, 每次我想给丈夫看看哈利的行为时, 他都会在我丈夫看到之前直接躺回去, 假装已经睡着了, 看得越多, 我越觉得毛骨悚然, 就像哈利能看见我似的, 我时常打瞌睡, 醒来的时候会看到他扫尸着房间, 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接着他会迅速转向摄像头盯着我, 直到我再次睡着, 我一直以为自己和哈利之间的问题, 是因为从医院回家的时候没有出好关系, 而那些奇怪的事都只是碰巧而已, 但我错了, 昨天晚上我被哈利的笑声吵醒, 查看监视器的时候, 我发现他不在自己的小床上, 我试着喊我丈夫, 但不管怎么尝试他就是醒不过来, 我跑下楼, 在他房间的每个角落都找了个遍, 但他不在, 这时我真的开始担心起来了, 我都准备要报警了, 接着我听到楼下有声音, 但他不在那里, 于是我慌张地跑回楼上去拿手机, 接着我听到了像是自言自语的声音, 好像是从我的房间传来的, 我打开门, 眼前的荧幕让我惊恐万分, 我慌了, 把哈利推到一边, 开始做心肺复苏, 期间, 哈利一直在歇斯底里的笑着, 差不多十分钟的时间, 我竭尽所能想要救我丈夫, 但都是徒劳无功, 我觉得他要死了, 我非常害怕, 医务人员赶到的时候, 他已经完全不动了, 他们立刻开始抢救, 然后在我丈夫的喉咙深处发现了一个奶嘴, 幸运的是, 医务人员及时把奶嘴拿了出来, 他们说, 如果我没有做心肺复苏的话, 他就撑不过来了, 谢天谢爹, 他终于没事了, 不过他得留院观察几天, 问题在于, 现在我被宽在家里, 和哈利单独待在一起, 我很害怕他会对我做的事, 这是一年前的事了, 但现在想起来, 还是挺吓人的, 我和朋友安娜当时22岁, 在某个周末, 我们觉得很无聊, 于是决定去一个很受欢迎的海中, 海滩拍点照片, 到处玩玩, 我们那天玩得很开心, 回来的路上我们饿了, 就在海滨小镇的麦当劳停一下, 这个城镇非常非常有名, 很多名人都住在那里, 是个特别漂亮的地方, 而且高速公路旁边的海滩上, 还有一家超级有名的餐厅, 名流和富豪都喜欢到那里去, 而这家麦当劳就在那家餐厅的街对面, 因为特别多名人会去这家餐厅, 而且他坐落在一条非常繁忙的街道上, 所以他们大多会让司机载他们去, 老板在街对面吃东西的时候, 这些司机们通常就会在那家麦当劳的停车场里闲逛, 当时我和安娜并不知道这事, 我们只是想去吃点东西, 那时候我们去了麦当劳, 就在下车的时候, 安娜开始表现得很奇怪, 她反复检查车门有没有锁好, 然后把她的相机一起带了进去, 我问她怎么了, 她说, 有一群像司机的人站在麦当劳门口抽烟, 正盯着我们看, 这让她感到毛骨悚然, 我是一个比较神经大条的人, 所以并没有太在意, 毕竟这个地方这么热闹, 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们走了进去, 里面还有几个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人, 我们拿到食物后, 坐在桌子旁吃了起来, 这时, 一个司机走进来, 背靠着墙, 坐在几张餐桌外, 他在那儿能看见我们, 我背对着他, 但安娜真的被他吓了一跳, 想要离开, 这个人什么也没吃, 只是盯着我们看, 我再说明一下, 这是一家非常多人的麦当劳, 坐落在美国南加州最好的城镇之一, 所以我觉得很安全, 尽管如此, 安娜还是很害怕, 所以我同意离开, 不过, 我得先去趟洗手间, 这在麦当劳的柜台和主餐厅, 在一个大房间里, 柜台一侧有一条走廊, 走廊后面有很多座位, 最后才到厕所, 厕所在很后面的地方, 厕所旁边, 还有一扇通向外面的门, 厕所里只有两个个间, 我静止走进第一个阁间, 根本没留意, 里面还有没有其他人, 我在里面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听到门开了, 我听见安娜叫我的名字, 这个时候我非常困惑, 因为她本来应该在外面看着我们的东西, 我说, 在哪儿, 怎么了, 她问我, 你没事吧, 没事儿啊, 我在上厕所, 我回答道, 她说, 哦, 好吧, 然后就站在了门口, 过了一会儿, 我听到她走了, 这时我觉得有点奇怪, 我走出厕所, 我看到她在门口等着, 手里拿着我们所有的东西, 我问她怎么了, 为什么到厕所来找我, 她只是非常惊慌地看着我, 想要马上离开, 这时我还是很淡定, 只是感到疑惑, 我们冲到车上, 然后她开始跟我说发生了什么, 原来我进厕所时, 那个诡异的司机很快就跟上了我, 我不确定有没有听到她进来, 不过也可能我听见了, 只是以为有人在旁边的隔间里正准备离开, 或者只是来补装什么的, 说实话, 我当时真的没留意, 不过我很确定没有听到有人进旁边的隔间, 因为她进来的时候没有关上隔间门, 安娜当时正在打电话, 所以也没看到她跟踪我, 是一个年轻男人注意到了, 走到安娜跟前, 问我们认不认识这个司机, 安娜慌乱地告诉她我们不认识, 然后跑来看我的情况, 她就在我旁边的隔间里, 隔间门开着, 那是一个很大的残疾人专用隔间, 她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安娜进来时没看见她, 所以叫了我的名字, 也确保我没事, 然后她就从隔间出来, 从安娜身边跑了出去, 安娜吓坏了, 除了收拾东西准备逃跑外, 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我们朝安娜的车子走过去时, 那个司机就坐在她那辆黑色大车里, 就在我们的车旁边, 还在盯着我们看, 我们迅速离开了, 知道这件事后, 我们打电话给了那家麦当劳, 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 然后又打了非紧急报警热线, 报告了这一情况, 后来我妈妈知道这件事, 非常生气, 说要在社交媒体上大肆宣扬这件事, 还联系上了相关人员, 他们检查了监控, 看到那个人跟着我进了厕所, 然后他们在警局做了笔录, 当时我们离开的时候, 那个人就在车上盯着我们看, 幸好我们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自那以后, 我出门都会格外警惕, 特别是一个人的时候。 女儿深夜发短信向我求救, 第二天, 我发现了一些让我崩溃的事情, 我现在很害怕, 我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 屏幕上闪着我女儿的名字, 凌晨三点十分。 妈妈, 我肚子一直好痛。 我立刻回复了她, 宝贝, 已经快一个礼拜了, 快去急诊看看, 别等到礼拜二了。 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去医院? 对, 你这情况持续太久了, 而且这周末休三天, 快去吧好吗? 我试着给她打电话, 但她没接, 而是发来了短信。 我还在宿舍, 不方便打电话。 好的, 打个车去医院, 别担心医药费, 保险能报销的。 其实我不知道保险是不是真的能报, 不过她也不需要知道这一点。 去年秋天, 我的女儿梅兰妮为了上学离开家里, 搬去了美国芝加哥, 离我们这个小地方, 有五个小时路程, 我们在那里没有朋友或家人, 我不想她离开我, 但她坚持要搬, 这是她第一次离开家生活, 和许多单亲父母一样, 我可能对她和她的弟弟本保护过度了, 我想尽可能地弥补他们缺失的父爱, 因为她以前从未独自应对过任何困难或疾病, 但我坚持让她去看急诊, 并不是保护过度, 因为她已经肚子痛好几天了, 她平时是一个活泼健康的女孩, 但这礼拜, 我很少收到她的消息, 经常要打好几次电话, 发好几次短信, 才能收到她的答复, 现在, 她这么频繁地给我发短信, 我知道一定是出事了, 我在黑暗中等待着她的消息, 凌晨三点三十五分, 妈妈, 我刚到医院, 我不确定医院有没有开着, 这里没人, 好的, 去急诊, 急诊肯定开着, 这个地方好吓人啊, 宝贝, 别怕, 你找到急诊的前台了吗, 凌晨四点零五分, 妈妈, 我在这边的走廊绕了好久了, 这里一个人也没有, 我肚子好疼, 我要回宿舍去睡觉, 我试着打过去, 但她没有急, 宝贝, 接一下电话, 去找急诊, 然后她的回复, 在我手机上闪过, 这里只有死人, 这时身为母亲的我, 越想越焦虑, 还产生了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强烈恐惧, 我跳下床, 开始快速地换上外出的衣服, 尽管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上班, 而且本还躺在床上, 在去上学之前还需要吃早饭, 但我知道我必须尽快赶到医院, 凌晨四点二十五分, 我在路上了梅兰尼, 我刚出门, 十点钟到那儿, 你能打电话叫朋友去接你吗, 但没有回复, 上高速公路时我又打了一次, 还是没有回应, 凌晨五点, 她的短信在汽车屏幕上闪过, 别过来妈妈, 本需要你的照顾, 我对着蓝牙喊她的名字, 拼命地想打电话给她, 一边把医院地址输进导航, 但她一直没接电话, 眼泪顺着我的脸流了下来, 我在高速公路上加速行驶, 并拨打了911, 喘着气说, 我女儿在几百英里外的综合医院里遇到了危险, 对面车的车灯在黑暗中向我冲来, 在夜里狂按着喇叭, 我差点迎面撞了上去, 开车途中, 我又试着打了几次电话, 但最后放弃了, 我最终急转弯进入了医院的停车场,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 上午10点17分, 宝贝, 我到医院了, 你还在吗? 还是没有回复, 医院的访客和病人络绎不绝, 救护车随处可见, 我想进去看看医院有没有她的记录, 但意识到, 这可能是毫无意义, 因为他们不会给我透露病人的信息, 直觉让我离开医院, 到她宿舍去, 停车的时候, 我看到她走下台阶, 她看起来很可爱, 焕发着健康和青春的光彩, 浓密的绿色头发, 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大叫一声, 从车上跳下来, 冲过去抱住她, 抱得很紧, 妈妈, 怎么回事, 你来这干嘛? 她从我的拥抱中超出离开, 黑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惊讶和困惑, 你肚子疼, 我以为你在医院, 我含糊不清地说着, 这时, 她越听越困惑, 什么? 那只是我经期前肚子不舒服而已, 我没想让你开车过来的, 我昨晚来月经了, 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去医院了呢? 我更疑惑了, 解释了短信的事, 拿出我的手机给她看, 但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试着回想自己是不是把她的短信给删了, 但是记不起来, 我没有让她给我看她的短信, 她也没主动说, 而我当时觉得有些崩溃了, 没来你脸上的表情, 已经从困惑变成了怀疑, 妈妈, 我还有课, 我得走了, 我不知道什么短信, 你现在要开车回去了吗? 我记不得自己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了, 她的几个朋友不耐烦地叫她, 于是她就离开了, 我现在正一个人住在这座城市的汽车旅馆里, 那位好心的警官刚走, 说他这次不会因为浪费警力而起诉我, 我坐在笔记本电脑前, 把这篇文章打出来, 希望写作的过程, 能让我理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睡不着, 我躺下来盯着天花板, 很快意识到, 我只是在等待, 凌晨3点21分, 妈妈, 我的肚子好疼, 我该怎么办? 我女儿很喜欢一个毛绒玩具, 有一天, 我发现那个玩具沾满了血, 我是个单亲父亲, 和7岁的女儿住在一起, 她叫拉娜, 她很喜欢各种毛绒玩具, 有一堆各式各样的毛绒狗, 猫, 兔子, 但她最爱的, 还是5岁生日时, 收到的一只毛绒绒的粉色泰迪熊, 她给她起名叫S先生, 但我完全不知道S代表什么意思, 她到哪儿都带着S先生, 自她5岁开始, 就再也没见到他们分开了, 我和妻子还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有时只能趁拉娜睡觉的时候, 把她偷出来清洗, 她不肯跟S先生分开, 哪怕一秒都不行, 但一个月前, 我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我女儿会和她的泰迪熊说话, 她还是一个孩子, 孩子们就是会做这种奇怪的事情, 但她和S先生说话的方式, 跟你想象的不同, 她说的都是些胡言乱语, 还会像赞美上帝一样, 赞美这只熊, 但我家不信教, 所以这把我吓坏了,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 后来也没管了, 因为并没有任何人因此受到伤害, 不过, 这并不是拉娜唯一的怪癖, 最近, 她开始收集在外面发现的动物尸体, 她没有把这些尸体拿给我看, 而是带到房间, 偷偷地放在储存的地方, 我有时会在房子周围找到动物的头骨, 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骨头散落在各处, 我因为这件事问过她一次, 她带着孩子的笑声说, 她喜欢我给她带礼物, 我没再问别的, 而是把这看作普通孩子会说的话, 然后抛到了脑后, 但S先生开始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我是在垃圾填埋场工作的, 连我都没闻过这么难闻的味道, 我想把泰迪熊偷出来清洗一下, 但晚上进入她房间时, 我却找不到那只熊, 那气味真的很难闻, 让人难以忍受, 如果一秒描述的话, 她闻起来就像腐烂的猪肉, 但即使是腐烂猪肉的味道, 也没有这么难闻, 我不想问女儿这件事, 因为我怕她会不开心, 她才只有七岁, 但最让我抓狂的是昨晚发现的一件事, 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女儿房间的布置, 她的床在角落, 房间中央还有一块巨大的地毯, 上面有火花和独角兽的图案, 是典型七岁小孩喜欢的东西, 除此之外, 她的房间各处放着玩具, 还有一堆她最喜欢的毛绒玩具, 那天晚上, 我在打扫她房间扫地的时候, 一只羊娃娃的鞋子被扫到了地毯下面, 我掀起地毯去拿鞋子, 顺便一并检查一下, 有没有其他玩具碎片, 掀起地毯后, 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五角星图案, 好像是用红墨水写的, 我后退几步, 吓得跌倒在地, 我女儿到底怎么了, 她究竟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 我去前妻家接我女儿, 我看到她兴高采烈地把S先生搂在怀里, 她的泰迪熊比我上次见到的变粉了一点, 但我什么也没说, 把她放进了车里, 准备回去的时候她说, 爸爸,爸爸, 我把小西落在里面了, 小西是她的一个毛绒玩具的名字, 当时她妈妈还站在门口, 所以我让她自己下车去拿她的毛绒玩具, 这时我发现她把S先生留下了, 于是我就拿起来检查一下, 她身上湿湿的, 我摇晃她时发出了点声音, 把她放下的时候, 我手上沾了一点, 看起来像是雪的东西, 我的孩子七岁, 为什么她的毛绒玩具上会有血迹, 有些血多到能把她弄湿, 没过多久, 她拿着毛绒玩具回来, 坐进了她的儿童座椅里, 她开始对着她的太鼻熊鼓言乱语, 我听不懂她说的是什么, 但好像是某种赞美, 我把她带回家, 放到床上, 亲吻她并到了晚安, 几个小时后, 我在睡觉前再去看她时, 我发现, S先生已经不见了, 就好像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踪迹, 但几天后, 我在我房间, 发现了浑身湿透的S先生, 我住在离美国纽约市, 大约30分钟地铁车程的地方, 我父母从小就教我要独立, 教我不要害怕坐地铁, 所以我很快就学会了, 怎样乘坐公共交通, 从新泽西的小城镇前往纽约, 并且, 我会和父母保持联系, 不管我是要去学习, 还是要和朋友看电影, 这件事发生的前几周, 我们家的网络坏了, 而我需要用电脑来完成论文, 由于当时是周末, 图书馆没开, 我哥哥就带我去了, 离我们家几条街远的网咖, 在那里, 我哥哥和他的朋友查尔斯聊天, 并介绍我们相互认识, 当时我还不知道, 这个查尔斯即将救我一命, 这间网咖就在街边, 离他一个街区远的地方, 有个公交车站, 认识查尔斯后几个星期, 我朋友邀请我到市里面, 去打保龄球, 我父母同意了, 我当时14岁, 所以需要征求他们的同意, 到了中午的时候, 我出了门, 我和朋友打了保龄球, 吃了披萨, 讨论朋友信仰的小狗, 做着女孩子爱做的事情, 一切都很顺利, 直到我回家的路上, 遇到了麻烦, 下午三点, 地铁晚点了, 我没有接着等, 而是准备坐另一辆地铁回家, 这辆地铁会把我送到牛瓦克佩恩站, 然后再坐公交回家, 下午三点十五, 我在地铁上, 发现有个年纪比我大一点的男性盯着我看, 这把我吓坏了, 不过, 这在纽约不算什么新鲜事, 我也没有理会他, 下午三点五时, 我抵达了牛瓦克佩恩站, 这个男人看见我要起身离开, 跟我对视了一下, 然后笑了笑, 迅速跟在了我身后, 我当时是个娇小的年轻女孩, 所以很容易被盯上, 而他又很吓人, 我决定走快一点, 想办法混在人群中, 门打开了, 我快速穿过人群, 这家伙视力肯定很好, 因为刚一赶到公交车站, 我发现他就在我身后, 大约下午四点, 我坐在公交车站, 旁边是一个看起来上了年纪的女士, 这个变态就在离我不到十英尺的地方来回踱步, 他看着我, 微笑着, 我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告诉我, 马上跑, 他是个坏人, 但我无处可逃,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 坐在这个老太太旁边会安全一些, 我拿出手机给妈妈发短信的时候, 发现竟然没电了, 这时, 又有一些人来到了这个公交车站, 我感觉好一点了, 旁边有目击者, 他不能做什么, 但他还是盯着我来回踱步, 下午四点十五, 公交车终于来了, 我迅速上了车, 尽量坐在离司机最近的地方,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 为什么没有把情况告诉司机, 可能是我当时还小, 又害怕, 什么都不懂, 也不想给司机添麻烦, 我的目的地是最后一站, 所以我想着, 那个变态肯定会比我先下车, 他不可能做到最后一站的, 公交车开过很多个站后, 这个男的还在车上, 做了一件很可怕的事, 每次公交停靠的时候, 他都会和其他人一起起身, 但并没有下车, 而是坐得越来越靠前, 公交车上的人越来越少, 这时我明白, 这个男的是在等我下车的时候, 在跟着下车, 这就意味着, 如果我在自己的目的地下车, 他就能跟着我回家了, 就能发现我住在哪里, 又或许, 我根本没法平安到家, 下午五点左右, 离我家只有两站了, 这个时候, 车上只剩下这个男的, 一个女士, 还有我, 我决定早点下车, 因为我不想这个人知道我住在哪里的, 我提早了一站下车了, 而他看到我的动作, 也跟着下来了, 我加快脚步, 他也加快脚步, 我吓得跑了起来, 而他就在后面追我, 恐慌之中, 我想起了那间网咖, 他马上就要关门了, 而我距离那里, 还有一个街区远, 我拼了命地朝那个网咖跑去, 而这个男的, 就跟在我身后, 就在我接近那间网咖时, 我看到了外面的查尔斯, 他在锁门, 他看到了我, 知道事情有些不对劲, 我猜, 他是看出了我脸上的恐惧, 还有看到这个, 比我年纪大一点的男的, 正在追着年幼的我跑, 我跑到查尔斯身边, 他立刻把我推进了网咖, 然后把我们身后的门锁上了, 这个变态只能待在外面, 我的心碰碰直跳, 我用很快的语速告诉查尔斯, 这个陌生人跟踪了我三个城镇, 我很害怕, 然后查尔斯帮我报了警, 这个家伙盯着网咖里面看, 我也盯着他看, 那是他上了锁的门保护着我, 那是一扇玻璃门, 我努力地要记住他的样子, 这个变态笑了笑, 然后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走开了, 几分钟后, 警方到了, 我们向警方清晰地描述了他的样子, 他们花了几分钟, 就抓到了这个还在大街上走着的变态, 后来我们发现, 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家伙, 正因持续抢劫而被通缉, 而且, 还有XX犯罪的前科, 要不是查尔斯的话, 我不知道自己那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过这件事并没有影响到, 我独自乘坐公共交通, 或者探索城市, 我父母吓坏了, 还给我买了防狼喷雾, 现在我作为一个成年人, 满世界跑, 也有的时候是独自一人, 不过, 因为14岁那年遇到的事情, 我出门在外都十分警惕,